大家好,我是小杜 一直以来,波音公司始终是飞机制造领域的巨头 提供着众多军用和民用航线支持服务 其客户国家分布在全球90多个地区 就销售为我而言,波音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商之一 然而波音旗下,作为卖座的一款客机 波音737 MAX却是自年初以来开始状况频出 甚至被民众称之为飞行棺材 我国进口的波音737 MAX客机有96架 作为世界上最重视安全的机构之一 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 禁飞所有波音737 MAX客机的国家 随后世界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停飞 欧洲有20个国家甚至直接宣布 禁止波音737 MAX其飞入领空 甚至连美国自己都宣布了停飞 要知道波音737 MAX可是波音有史以来最大的爆款 近5000架的全球承诺订单 被誉为波音未来最主要的利润来源 为了回到市场 波音更是几次发出付费信息 但始终未能获得市场对其的信任 而随着近年来 我国科技工业实力的发展 我们自己的国产科机 同样也能做到世界领先一流水平 中国业内各大航空巨头 开始纷纷选择中国科机 根据8月30号的消息 中国三大领空巨头将买下105架国产科机 国航 东航以及南航 以每架飞机2.7的价格 向中国商飞购买105架国产 ARJ21700飞机 订单总价高达282.9亿元人民币 将于2020年至2024年分批交付 ARJ21700飞机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科机 是中国首次按照FAR25部申请FAA合格证的飞机 座级78到90座 航程2225到3700公里 目前ARJ21新支线飞机已正式投入航线运营 截至目前 中国商飞已经获得了国内外共22家企业的订单 共计596架 足见市场对该机型的认可 虽然一直以来 总是有人黑我们中国的民航年价不安全 然而事实数据证明 中国民航正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航空公司 目前为止 中国民航运输航空百万小时重大事故率 十年滚动值为0.02 同期世界水平为0.22 运输航空百万架次 重大事故率十年滚动值为0.04 同期世界水平为0.43 近十年来 中国民航的安全水平比世界民航同期水平高11倍 无论是有旅客抱怨 飞行流空 航班延误的时候 或者是机组抱怨 中国民航设立的飞行艰巨 起降条件等等限制过于严格的时候 中国民航的做法 就同这次让737 MAX停飞的时候一样 都是一贯的 那就是在面临未知风险的时候 中国民航始终不会用人命来制头子 感谢收看领导军舞 下期见 拜拜